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军委的回答呢 我看到了你这个价值观的倾向 你所有的出发点都说 你是从利益的角度来平衡 你天生有这种敏锐的平衡的能力 那职场的情商呢 你回答的问题就是 你还是以职场为主 我是以利益为主 这是我看到的 你说你的一个选择 其实军委我上来看你是非常接地气的 但是后来就躲躲闪闪 其实本质上在这个舞台上 你是想借这个舞台去打造你 还是说真的就是你的学历的背景 和成长的背景 需要找一个人 看怎么样匹配你现在的状况 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们吗 我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本特别想真我的表达一些 那么我认为我社会经验还是比较多的 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对 野路子多一点基础多一点 其实这些野路子和基础 它依然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我会把它很系统地完善起来 但是把它完善起来的时候 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正规军的一些匹配 那你做好了心理的准备 当你是演公司打出你 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那就完全按照公司的规则来 因为野路子很难在 比如我这里演之后线上 那我看到你 我一定要找到什么样 匹配你的东西 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 你会心甘情愿吗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老总的话 他不会面对我这样的人 他也应该不会一刀切的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权衡 我很担忧啊 我很担忧你跟公司很难解合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这不是野路子和专业路子的问题 你长久的社会漂泊 再加上过去的坎坷经历 同时你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是个公益人物 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已经根深蒂固 你对于打造自己的那套方式和方向 你已经非常笃定 其实我从你的语言当中 你刚才也说你是介事 你是需要公司配合着你来 不是你配合着公司来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最大的担忧 今天您的行为做公益 我们都觉得很大爱 有格局很敬佩 但是在这个场上的表现 让我觉得你就是想让自己更红 那参加非你莫属 可以让你可能变得更红 那借助其他的 你身边的所有的势能 让你变得更红 没有错 那你借助一个企业 当你真正进入一家MCN 那我看到你身上 其实在运营你自己的思路 你的战略都还是在运营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你很难去改变别人对你的想法和执念 也就是说真正你需要一个公司提供给你的是什么 你想清楚了吗 是拿钱帮你买流量 是拿钱帮你在这里边去苗榜 你希望像那些红人一样 有公司去给你出这个钱 把你捧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不可以做 但我觉得你还需要真的塌下心来 再去沉淀一段时间 把它做到一定段位之后 再来找公司合作 其实我必须得去回应一下 如果有一些误解 然后我没有一个很争我的一个回应的话 我觉得这种是最委屈的 我真的没有想您说的那样 也没有那么大的目的性 我认为我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是非常客观地想学习 我这样跟你说吧 其实如果只是像以往有一些人来应聘主播 他是个素人 他一点这个识别度都没有 他就想签到公司去 他有这样的才艺 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去做一名普通主播 理性加提成 我把你打造出来 这很简单 但关键是你不一样 第一是因为你的身体原因 第二是因为你有一定的社会的公众效应 因为他的这个号里面体现出来的这个人 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属性 如果一旦要是合作的不好 或者是作品的方向不对 跟你心里面想象的不一样 势必会影响这个原有属性的变化 懂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一盏灯 谈前不上感情 我给你的职位是代货主播 然后薪酬六千加 原因是什么 可能跟你本身的需求的那个期待值有差很多 原因是因为底薪两万的主播很难 然后目前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标准 但是我愿意给你尝试这样的岗位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得上传媒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得上传媒 好 来 又请马瑞到台上来 你就不用过拳 腿不方便 好 最应该说的还是谢谢这一次的经历 能在场上得到12位老总的一个点评 我觉得对我未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一定要还是有很多帮助的 在阵子里面 所以 我也是 我们